大家好 我是童中文医院 乳房医学中心主任 于嘉恒医师 今天我们用三分钟的短片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乳癌的基本常识 那根据卫生福利部 刚发布的癌症登记报告来看 民国106年 以台湾男性跟女性合起来看 女性乳癌的发生率 是占所有男女混合在一起的第三名 可是如果单独把女性跟男性分别来看的话 女性乳癌是所有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 那106年发生了将近14000位的新病例 那有一点让大家比较诧异的就是 跟105年来比较 它的发生率居然增加了10% 当然乳癌的发生率的提高 并不是这几年才有 从民国85年开始 我们就看到 乳癌的发生率一直不断的上升 当然以台湾女性平均84岁的平均寿命来看的话 乳癌的耗发年龄是落在45到69岁 所以就是为什么卫生福利部的国民健康署 会针对台湾地区45到69岁的女性 每两年提供一次免费的乳房摄影筛检 那45岁以下的女性要怎么检查呢 一般来讲还是以超阴波为主 当然乳癌的发生率虽然这么高 可是乳癌的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假如以零期的乳癌来看 那根据统计 零期的乳癌患者在台湾地区的制导好的几率是99% 如果你是第一期的乳癌大概有9成5可以治好 第二期的乳癌呢可以到9成 那如果你是第三期呢 还是有7成5的机会可以治到好 就算你是还剩的第四期 也就是还剩的末期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其实还可以存活5年以上 那当然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有很多的治疗 但是这个治疗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乳癌不是单一种疾病的 那乳癌呢根据它基因的表现可以分为5种亚型 那第一型叫做管状A型 那这种乳癌的表现就是 荷尔蒙受体阳性、标靶受体阴性 第二种叫做管腔B1型 它跟A型一样 只是它的细胞增值指数呢大于14% 第三种我们叫做三阳性乳癌 就是荷尔蒙受体跟标靶受体都是阳性的 那第四种呢跟三阳性倒过来 叫做三阴性 它是荷尔蒙受体跟标靶受体都是阴性的 最后一种是标靶过度表现型 那这种治疗呢主要是以标靶治疗为主 那讲的治疗呢 其实乳癌治疗也不是单一种 我们一般可以分为六大类 就是手术治疗、荷尔蒙治疗、化学治疗、放射治疗、标靶治疗、 跟免疫治疗 那一般的病人来讲 如果发现是乳癌之后 第一个要确定你是哪一型 第二个要确定你是在第几期 第三个你需要什么样的治疗 那可能不止一种 再看哪一个治疗先做 哪一个治疗后做 那唯有靠病患跟医师充分的合作配合 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那我们回到最源头 既然有这么高的发生率 那对一般人来讲怎么办呢 第一步就是做定期的筛检 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 治疗效果是最好的